我们说的第一个小点 你怎么预防呢 你就不能把你的技巧用完 你不能所有的技巧都去展现 你只要弄得好听就行 第二个情况 第二点呢 就是你在技术训练的同时呢 你真的不要放弃 你的读和写的能力 或者放弃你说话的能力 我们现在都是用什么电脑 手机 信用卡都不会读了 都不会写了 不会看书了 技巧最坏的毛病就是让人不看书 甚至歧视书籍 觉得书本里的东西是什么 我会动就行了 那么这个是不对的 他说我的父亲是个很高明的外科医生 然后我小时候不懂 我就说你不就开刀吗 开刀有什么就是一个匠人吗 和理发师没什么两样 所以我爸爸很生气 他说不玩 我每天要研究 我每天看书 他每天在家里看很多外科的书 一边明天去动手术 他都去用功 他虽然是很高明的主刀医生 他没觉得自己是匠人 因为他看书 思考问题 这说明什么呢 这说明技巧 熟练到一定的时候你会麻木 你一点麻木的时候 你就会排斥书籍 你就经验够用了 我就怎么跳 我就怎么吵 然后变得很倔强 然后以为还很高明的以为 这是我自己独特的风格 那么这个情况呢 当你没有掌握技巧的时候 你可能是会去看书的 你可能会去学习的 当你突然觉得自己 十八班五一都学成了 那个时候你突然就排斥书籍了 这个很糟糕 所以我认为大家在学习技术的时候呢 一定要不要放弃 读和写的能力 舞蹈学院的学生 训练都是苦极了 你说十二三岁就来北京了 还是十五岁就来北京了 但是为什么后来读研究生的不多呢 那个卡不是卡在技巧上 而是卡在他们的读和写的能力上 卡在外语上 一个芭蕾班 最后只能一个人读研试 在座的也是如此 你们想很多 艺术研究 应该是这样招生招的最少的 是不是 一个所一年招 一个两个这么招的 那么你想是多少人搞艺术 就是来这里做博士的 实在太少了 那么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他们倾向于技术 而忽略了其他的东西 要去考外语 哪种外语 要去考一些基本理论的书籍 哪懂 平时不会答 所以这也是限制了一个问题 所以我们第二个要预防的 我们要意识到 我们过去接受的是一种工程学的训练方法 这是很常问题的 第三个情况 不要成为懒惰的人 技巧实际上很容易乱人懒惰 我们过去说学技术 学技术和学思想是两回事 你技术好的人不一定你有思想 学技巧的时候 跟着师傅学习就可以了 然后师傅怎么教 你就怎么学 然后你就成了一个很懒惰的人 所以你要去做一个清醒的思考者 做一个清醒的思考的人 是非常累的 所以搞艺术搞到后面的真正的累 实际上不是身体的累 也不是技巧的累 而是思想的累 思想真的要把人弄累的 你一直去思考问题 你就非常累 但是你的进步也特别大 但是你对你这个技巧问题 美感问题 你从来不做思考 虽然你体力上很累 实际上你很懒惰 缺乏思考 就缺乏了对美 对审美的理解 所以只有建立对美和审美的愉悦的思考 那种思考 痛苦的思考 那你才是主动的 而不是被动的 谈技巧和感情的第四点 就是要预防把感情的追求 变成一种劝戒式的追求 我一直说 艺术的逻辑是情感交流的逻辑 而不是分析的逻辑 这是主要的逻辑 这是主流 在技巧方面的工程学训练 它是工具 但是工程学训练以后 人就要易化 就要受技巧去控制 本来你去控制技巧 但是弄不好 就技巧控制你 而不是你控制技巧 因为工程学这种训练以后 能容易完全受到技巧的影响 那么受到技巧的影响以后 他主要的经历 去克服技巧上的难点 他经常去分析自己 为什么技巧不能提高 结果他成了一个分析学家 当他成了一个分析学家的时候 他实际上 已经没法进行情感交流了 实际上艺术那个东西 不大好上课的 因为上课老是经常挑你毛病 艺术的那个专业课 基本上是说你坏的 很少表扬 表扬表扬你 你就欣喜若狂 而且那些艺术教练的 艺术教授他们都挺坏的 他们训练起来应该是魔鬼训练 是不是 当然画画可能好一点 我看那个舞蹈训练 肯定是骂你的 肯定说你不好 一直说你不好 这和体育训练没什么两样 就是基本上是贬低你的 这个动作没做到 反正总是不好 你总是不好 如果一个人从十三十岁 就老是被人说不好 一直说到他产生那个 像你们这么大 你心里是怎么一种感觉 他把你的所有美感都没有了 你只是觉得自己是个技巧不好的人 然后怎么能够得到老师的青睐呢 就是你技巧好 你这个腿能够抬到 人家抬不到的高度 你唱歌能够到 人家唱不到的那个高度 然后你又能够做得轻松 结果你的心灵是破碎的 是吧 你的心灵是破碎的 你的整体性完全被破坏 因为没有东西给你带来审美喜悦 甚至你也没人给你带来 那个叫情感喜悦 结果怎么办呢 结果艺术东西变成了技术性的东西 那么这个情况实际上就是说 你就不是艺术品了 你制造出来的是一种器具 而不是艺术品 是一种物 我们说艺术品和物品有什么区别呢 我们来比较两个东西 一个叫做艺术品 一个叫做器具 一双鞋 一件衣服 一个碗 一个台灯 这都是器具 但是舞蹈 音乐 它不是器具 那么那些东西和器具 区别在哪里呢 因为你们不是在线的东西 你们是表现的东西 你们是情感的东西 你们是活的东西 表现的东西 表演的东西 叫做艺术品 差异就在于 艺术品主要是审美对象 主要的目的是 给人带来审美喜悦 而器具 主要是表现它的有用性即可 比方上鞋的有用性 就是让你穿 灯的有用性 就是能发光 让你能看书 但是艺术不是表现有用性的 艺术是表现审美喜悦的 这个一定要搞清楚 艺术不是叫你有用的 艺术的有用性 是产生审美快感 产生感性 产生感染力 所以要把器具做得很精致 你如果要把器具做得极致 你就要把它的有用性 展现到极致 那么你假如要把艺术品做到极致 那你要叫把它的美感 或者它的感性 展现到极致 这完全是不同的逻辑 一个锅 如果没有放在炉子上使用 就没能表现出有用性 它就不是器具 所以有用性的东西 还要放到实践里去用 它只是家里的一个累赘 我们家里经常有很多累赘 假如你有件衣服 从来没穿过 它实际上不是器具 它是一个累赘 而不是衣服 所以当一个器具只有表现出有用性的时候 它才是真正到位的 在场的 在场的意思就是表现出它的有用性 但是艺术恰恰不是表现它的有用性的 而是表现它的情感性的 表现它对美的发现和对美的处理的 经过这样的发现和处理 它能带来一种感性的一种直接的传递 以产生喜悦 所以工程学的训练呢 容易把艺术变成对有用性的探讨 而不是变成对美的探讨 那么下面一点 第五点呢 我们更要注意 要避免把艺术作品当中的艺术的成分去掉 有的时候啊 我们强调艺术要表现出某种主题 那么艺术的成分和它所表现的主题之间的关系 也是很难说得清楚的 假如那个主题和艺术作品所要表现的东西是一致的话 那么也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有的时候主题和艺术的审美 要表现的一个方向是矛盾的时候 那个时候你究竟应该以审美为主呢 还是以主题为主呢 你比如说有很多童话 比如说天鹅之石啊 白雪公主啊 葡萄夹子啊 表演这些舞蹈 当然是为了揭示某种真理的 但是你们相信这些真理吗 你在跳舞的时候 你就去想这些真理 来表现它的道德诫命吗 你还是尽量不去想那些东西 你只是表现你的审美 假如你要去表演刚才说的那个尔迪普斯王 就是那个悲剧 表演之前你就被告知 这个戏剧主要是要给人一种道德上的启示 进行道德教育 教育人类不要犯罪 那么你在表演这个时候 你是不是要每时每刻的想到 我现在的表演目的是叫人不要犯罪 还是你不要这么去想 你只是就是去表现你的审美就可以了 所以我觉得呢 我们在那个审美的 那个审美直觉和表现主题的时候 我觉得一定要把握好这两者的关系 有的时候当故事和情感是一致的时候 那是没关系的 但是有些东西像舞蹈就不同于电影 电影又不同于纪录片 有纪录性的电影 也有表现性的电影 舞蹈更接近音乐 诗歌 更接近无主题的音乐诗歌 为什么 那么唯有诗歌音乐舞蹈 会产生无标题音乐 有些诗歌就叫无题 但是有些东西不可以无题 比方说我们在报纸上发表一篇社论 你说我发表一篇社论叫无题 可以吗 不可以 是吧 所以艺术留给你的一个空间呢 它对各个门内留给你的无题的空间 都是有特定的规定性的 比方说对诗歌它可以无题 对音乐可以无题 对舞蹈可以无题 或者舞蹈有一种抽象性的主题 来一个重画什么的 但是对小说就很难无题 对散文可以无题 对绘画可以无题 应该说可以无题 所以艺术的这个无题 和艺术当中的修纸符号 都要加以特别的重视的 音乐里面的修纸符号 有的人不重视 觉得不就停一会儿吗 非常重要 还有无题非常重要 这是艺术独有的东西 不是美中学科都可以给这种特权的 那么既然有这个东西 而且是作为一种艺术的特性 而存在着的 那么你就要表现好它这个特性 为什么艺术领域里会产生那么多的无题的空间呢 就是要给艺术家一种展现自我的 个性的 审美的 情趣的 或者独特的对审美理解的一种空间 所以艺术本质上 是给每个艺术家展现自己个性的一种学科 并不是各种学科得给工作者留有如此之大的空间的 就像历史学家 留给历史学家的表现空间就很小 曹操做了什么事情 我终不能编一些故事上去 我们基本上是个在线的学科 我们表现的性就比较小 我们也有那个叫什么 我们叫那个历史剧 历史影视剧 但这不是历史学家做的事 所以艺术家呢 他里面要对几个东西很重要 一个呢 他要重视修职符号 一个要重视表现个性 要知道他可以无体 那么这样一种东西呢 它呢是给你们的一种特殊的表现方法 文学学院也有人这么尝试 搞什么艺术流 但是为什么仅仅是艺术领域会产生那么多物体 实际上就是给你们流出了一个 以你们的个性来追求美 让你们在更大的空间中进行创造 所以艺术家呢可以分两类 一类呢是表现道德诫命的 另一类根本不考虑那个诫命 或者是尽量利用那个诫命 道德诫命和情感交流之间 之间的一种空隙 来给自己制造一个空间 实际上艺术在这方面呢 并不是要乱艺术家成为哲学家 其实只是你只要努力的利用审美的喜悦 来构造出一个人与人的关系 而不是要艺术完全用分析的手段 来去表现道德诫命 所以我们说每个学科去处理同一个事物的时候 它是不一样的 一个医学看人主要是看他有病没病 那个生物学看人主要是看人的 那部功能之间有没有紊乱 植物学家看人可能是把人当作一种 有救的研究 历史学看人主要是看人做了些什么事 现在想些什么事 那么艺术家看人主要是看那个人美不美 是不是 所以同样在看同一个事物 但是他却带上自己各自的观察的视野 假如艺术家的视野 去做了哲学家做的事情 那实际上就是艺术家和哲学家对换了位置 那实际上是不对的 不过也有趣啊 比如说我决历史的跑到这里和你们讲艺术 也是一种很开心的事情 但是这只是一种个人情感上的快感 你们的宽容使我感到还比较开心 实际上我觉得我讲了很多是没道理的话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我们说艺术和美它更接近童话 艺术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他就是创造童话和演绎童话的人 童话对我们很有吸引力 我们表现的很多题材就是童话 我们自己更愿意生活在美的世界里 我们也很愿意生活在童话世界里 我们甚至把美的世界和童话的世界 两者自觉或者不自觉地挂起勾来 比如说春天吧 你就感到春天很美 实际上在季节交换的时候 春天就像一个温暖的手 有的时候你到那个冬天 冬天已经过去 春天已经开始 你跑到树林里去 看到那边地上还有一点点雪 那个时候那种美感你真的很舒服 是不是很舒服 所以当你看一片都是萧条的 突然出现一些绿的嫩芽 你也带来一种春天的喜悦 所以这样一种感情实在就是说 我们人很希望在人与自然之间 人与童话之间 成人与小孩之间 那个技巧与情感之间 找到一种空隙的空间 那接下来我们就讲第四个问题 第四个问题 叫做美就是渐渐地进入嫁静 嫁静 美就是渐渐地进入嫁静 慢慢地进入到一个绝妙的境界 渐入嫁静 现在我们来谈谈对美的看法 我们人总有感觉 一有感觉呢 就好像生活在童话世界一样 人只要一进入 让人感到震撼的美 人就会感到生活在童话里 没有可能是演出表演 带给我们的 也有可能是自然界带给我们的 也有可能你突然觉得 一片地方特别美 你好像进入了仙境 你比如说你到德国去 瑞士去 你在山坡上看到一片草原 你觉得真漂亮 像仙境一样 你会到美国的森地雅各 那个城市好漂亮 你觉得真好看 也是网络仙境 为什么你有这种感触呢 就是好像你一种被极度的美 唤起了心灵的一种强大的 神美喜悦 突然之间乱你 觉得你不是活在一个真实的世界里 这种感觉很奇妙 明明你是活在真实的世界里 由于美 把你和真实的世界相分离 让你感到你活在一个非真的世界里 所以这就是艺术所造成的幻象 为什么会有这种幻象呢 就是一种极度的美 它唤起了心灵中的一种强烈的震撼 你假如不是在真实的世界里 那又在哪里呢 那么你就要说 我是活在童话的世界里 这种震撼力是什么呢 这种震撼力 实际上就是艺术的感染力 那种艺术表演也会给你这种东西 一堆石头拜在那里 是没有什么美可言的 但是你把那个石头排列起来 就有可能创造出一种美感 所谓的美总是在最没有预料的时间出现 没有预料的东西感到美 这就是直觉的跳动 如果给你感觉到一定美 那就不会引起直觉的跳动 突然之间感到的美 没有预料突然感到美 就会带来直觉的跳动 直觉的引领 或者直觉的引导 和感觉的冲动 所以呢 人就是靠直觉 直觉和感觉来生活的 那么美的可理解性 就在于它是自然生成的 美本来也可以隐退 只作为一种背景存在 然而当事物因为环境 变得模糊不清的时候 美开始启动 其实像我们平时生活里 感觉不到美的 为什么一般生活就这么过 没感到美 我们对美很麻木 对美很麻木 但是当事物因为环境 突然变得模糊不清的时候 美开始启动 美开始说话的时候 实际上时间和空间 都开始集结 能因此追问生存的意义 所以以美来观照 生命活动的时候 美成为一种审判者 美成为一种审判者 所以呢 不要说芭蕾舞啊 民间舞啊 古典舞啊 音乐啊 画画没用 或者没有作用 有的时候你去看上舞蹈 是不同的 因为呢 那个美用来观照生命 它会成为审判者 所以美的存在 就和不美的存在 或者丑的存在 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因此就产生出一种 纠错的倾向 美对那个世俗世界 产生的最大的作用 叫做纠错 实际上就是把你设了个路标 让你告诉正确的东西 好看的东西 应该是这样的 在这个意义上 美就是审判者